大家好,蝴蝶蓝是一种非常畅销的年宵花 那么很多花蚁的话就会在年前呢买回这个蝴蝶蓝 然后等到它在春节开花 现在呢可能很多花蚁的蝴蝶蓝都已经开泄了 很多花蚁就会咨询蝴蝶蓝在花后要不要修剪花梗 应该怎么剪 那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蝴蝶蓝花后修剪怎么剪呢 关键在于你想不想让它二次开花 蝴蝶蓝这种植物它是可以二次开花的 如果你想要让蝴蝶蓝能够二次开花 那么我们修剪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肌部开始数一直数到第四个节点处 然后这个在第四个节点处的上方啊进行修剪 那么之后修剪过后呢 我们要给它适当的增加一点散色光照 然后呢再来给它补充一点磷甲肥 比如使用磷双成甲给它进行喷湿 那么喷湿一段时间之后呢 很快它就会从底部的芽点处啊冒出这个花芽出来 然后呢就能够二次开花 但是如果你的蝴蝶蓝根系呢 蝴蝶比较严重 然后呢叶片数量比较少 叶片也出现一些发软发粥的现象 那么就不建议大家二次开花 因为这个时候呢 蝴蝶蓝本身就已经是个闭泥泱泱的样子了 如果我们再来让它二次开花 消耗大量的养分 那么这个植株后期是很难养状 基本上第二年都是难以开花的了 那么植株闭泱泱 不想让它二次开花 我们怎么写呢 很简单 我们从植株底部这个肌部的这个花杆出来 直接剪掉就可以了 剪掉之后呢 我们要想让它能够尽快的副状 尽快的恢复一个正常生长 我们后期呢 还要给它适当的用肥 这种用肥呢 就不能够再用磷甲肥了 我们用肥的话 要用一个蓝科专用的引擎营养液 这个营养液的话 蛋磷甲比较全面 其他的营养呢 就比较均衡 比较适合花后副状来使用 将它按照比例稀释啊 然后呢 喷液或者灌根呢 都能够有效促进这个花后的蝴蝶兰的生长 还有副状 所以呢 就是蝴蝶兰花后到底应该怎么剪 还有修剪的一些技巧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